原住民主委员会为了推动原住民特色产业升级计划 在113年1月5号截止提报计划 为了让花莲地区的原住民畜牧养殖业者 可以透过计划来提高市场竞争力 11号下午在县议会由议员李正文召开了讨论会议 希望可以再次提高水牛产业升级转型的发展空间 原住民委员会推动原住民特色产业升级计划 希望可以推动原住民农业的发展潜力 11号下午花莲县议会李正文议员 与虚木产业者讨论养殖产业发展的问题 并且与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农业处 进行相关产业的讨论 在这段的时间 你们的养牛事实上我们觉得 需要一些这个副产品的加工 或者是产能的增加 我们就需要一些政府部门给你们提供 技术上的协助 现在最重要最急迫的 首先就是要鼓励 这个养殖户能够组成所谓的合作社 也就希望我们的花莲县政府的农业处跟原民处 能够积极协助 积极辅导 我们的这些养殖户成立合作社 再来就是在所谓的交易训练 还有整个资源意识的部分 目前希望县府原民处能够在我们原住民委员会向下的 这个原住民特色农业升级计划的这个部分 协助申请计划的经费 让我们的选业养殖户有这个经费可以去做所谓的副产品加工 跟这个产值技术提升的相关的协助 丰冰箱目前正在撰写相关的原住民特色产业升级计划 不过目前销售量尚未有明确的预测市场 而放牧的养殖小农业表示 在资财的设施补助以及销售量有限的情况之下 而目前养殖小农最希望能够 县府能够给予相关的协助 施阳中我们要准备资产车辆 运料的车辆运流的车辆 还有砍槽的 以及切割槽的 还有其他许多的要支出的 我们小额没办法供应 真的我们小额无法处理那么庞大的养牛的钱 如果是要马上要有利润的话 你也先买一岁半的那个母牛 一岁半到两岁的 公牛也是一样 一对五 扭一两年之后就有利润可以买 他们只做牛肉肝的部分 但是一些一头牛下来 所谓的皮啊内脏骨头啊要我哪里削 那后来他找我的时候 公主这边找我 然后我找公业两个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碰到了这些问题 他就是拿了后腿啊 后腿拿了之后内脏皮怎么办 但是其他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削的部分当中 这些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113年度原住民特色产业升值计划 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在113年1月5号前 提报该计划 在议会的讨论过程当中 也有明确的回应 原住民行政处即表示 也将会给予行政上的资源 让原住民的畜牧产业发展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契机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